你怎么回事 轩哥 等一下 忙 忙着呢 不要我 嗯 我 轩哥 你没睡着啊 是你把我吵醒了 轩哥 等一下 忙 忙着呢 看过了吗 不是 那继续忙吧 我 我现在走了 就没觉得这样很幸福了 几点了 我刚刚来的时候 都是一天了 不是 程阳怎么能 拉着你一起加班叫到正版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 我可从来不强迫我的员工加班啊 是 你是不强迫 可公司老板都在这里随时备债 那你说员工敢走吗 所以怎么忘了这段时间啊 所以想给设计部算个大口 真的吗 我从来不轻易许多 那我就替所有设计部的职员 谢谢你了 又如果休假的话 你想去哪儿玩 想去的地方很多 例如 例如呢 但不和你一起 这不跟我一起去是想跟谁啊 不是 是我去的地方都很艰苦 你肯定不行的 你怎么就知道我吃不了苦啊 好 那我问你啊 你可以睡有蟑螂的屋子吗 不可以 那你可以喝不过滤的水吗 不可以 那你可以三天不洗澡吗 当然不可以 所以咯 怎么一起旅行 还是我自己去吧 干嘛 你是不是在耍我 嗯 快说 到底想去哪儿旅行啊 哎呀 我真的想去的地方很多 可是 也是真的没有想好 嗯 既然你现在想不好 嗯 那我就先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旅行啊 嗯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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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啊 啊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明远时尚这次幻彩云烟大秀的关注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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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辛苦了夏总监 谢谢 真的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 让您来这个地方接受采访 因为我们一会儿 还有另一个采访 所以 没关系 可以理解 感谢您的理解 也非常感谢您今天 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们回去一定好好写稿子 辛苦你了 夏总监 您真是太客气了 那我们就秀场见 好 到时候见 雪灵 严旭 真的是你啊 好久没见啊 真是好久没见了 你可还是那么美丽动人哪 你也不差嘛 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 嗯 你等我一下啊 你也是来见记者的 嗯 这本来啊约来采访 这不刚刚赶了时间了吗 那你放了采访的鸽子啊 那就让鸽子自由一会呗 咱们俩这么久没见了 还不得坐下来好好聊聊啊 还真是啊好久没见了你变了啊 变了 幽默了 其实啊我一直都挺幽默的 毕竟咱东北的天生自带幽默喜望 你说是吧 上学那会儿 对你是很紧张 就幽默不起来了 紧张什么呀我长得有那么吓人吗 你不知道在上学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你啊 你真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也不奇怪 那时候 顶多算是我自己的暗恋 那你应该早点说呀 有什么不一样吗 没准咱们俩还有发展呢 哎呀 你要这么说我可后悔了 哎 你结婚了吗 有对象吗 不算有吧 很好 好什么呀 哦 我说这天很好 今天出门的时候啊 我就说这太阳怎么这么灿烂 哦 闹了半天 今天这是要见到你啊 你不仅幽默了 还变得油嘴滑舌的 哪有 这次回国打算做什么呢 我是受邀来上海办个画展 真的啊 嗯 那恭喜啊 我可是很期待你再到来啊 嗯 行到时候我去看看 我很期待你的评价 这上学的时候你可是有名的读到 有读的读哦 那你还敢听 嗨 良药苦口嘛 那什么时候走呢 嗯 本来呢 是画展结束吧 不过 现在有点变化 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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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